Greetings各位,今天要介绍一个能把你的电脑变成打字机的软件 不过先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需要 长期以来,特别是自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 我就有一个烦恼,就是想写点作业或者论文 结果一坐到电脑跟前,就有一个近的上网东看西看 把时间都浪费了 我就想过去的人大概是用打字机,typewriter打字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不过一来现在typewriter还是主要只能打英文 二来你打出来以后还要扫到电脑里,然后再编辑 这就很麻烦 这使我想到的是会不会有人做了只能打字的电子打字机设备 果然是有 就我了解,现在还在做这种设备的至少有两家 一家是日本的King Jim 这个我已经买过了他们家的DM30 他们家的产品叫Promela Promela的最大特色是设备成熟 可以打日文也可以打英文 目前还存活着这两个产品线 一个是双位数编号的折叠机 另外一个是双位数编号的大平一点 我买的是双位数的DM30 不过我不太喜欢DM30的电子墨水平 感觉卡顿过于明显 而双位数编号的最近刚更进到的DM250 不是电子墨水平 而且多了背光 另外一家是美国的FreeRide 他们是从做HemiRide开始的 是走小众众筹路线的 现在结果反响好像还可以 从最早的比较笨重的那一代 到二代便携的Traveler 这到现在刚刚完成众筹的Alpha 活得还是不错 这个Alpha呢 它似乎是为以前的一个产品叫做Alpha Smart 资金的一个名字 Alpha Smart呢 它最早是一个电子打字机 不过它的目标客户是给小孩用的 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作家 好像还在用这个Alpha Smart 这里我对Alpha比较有兴趣 因为它终于不是像 一代和Traveler那样 用的是电子墨水平了 不会那么卡顿 但遗憾的是它没有背光 然后呢 不幸的是 所有上面这些提到这些产品呢 他们没有一个可以顺畅的打中文 日本的King Jim就不说了 它只能打日文跟英文 而美国的FreeRide呢 它其实是有中文输入法的 这里我在B站看到有个UP组 重金买了FreeRide 一代 然后尝试了一下它的输入法 看样子好像用的是全拼 没有智慧联想 所以不要提Google Sogo这些 它就算装一个智能ABC 我大概就冲了 所以经过以上这些超长的偏题 我想说的是 如果有一个软件 又有电脑上打中文的便利 又可以像电子打字机那样 隔绝我不听上网的毛病 其实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还确实是有的 一方面你可以在电脑上 装一个浏览器插件 比如说像StayFocus这样的 或者你可以用Mac 如果你用Mac的话呢 可以装Self Control 用Windows的话呢 可以装一个叫做Cold Turkey Blogger的软件 这些软件的功能就在一段时间里 制止你运行白名单以外的软件 或者访问白名单以外的网站 另外一方面 我发现有个软件 就同样是Cold Turkey这个系列的 叫Cold Turkey Writer 它可以在你运行的时候 屏蔽掉所有其他的软件 只让你写东西 其实这里呢 就跟一个电视打机差不多了 而且这个软件的免费版 就基本上有了需要的功能 收费版只是多了调整界面 或者是多了一些背景声音的功能 当然这个软件目前不是完美的 它在Windows环境里运行的时候 会不停地屏蔽中文输入法 在Mac呢 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用Mac来打中文 已经比较完美了 我有问过这个软件的作者 他说Windows版的话 下一版会解决这个问题 那如果你其实已经内心很强大 不用担心需要不停地屏蔽别的软件 那么你可以直接下一个全屏写作软件 比如Windows里面会有一个叫Q10的 会有Ryemonkey这样的软件 可以写 所以呢我觉得说有这种需要的话呢 你可以下一个Cold Turkey Writer来试试看